每年的8月7号或8号就是24节气中的立秋了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 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但是立秋从气候学上讲还真不算是秋天的开始 按照现代气候学划分机械的标准 下半年日平均气温要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下 那才算是秋天 因此我国很少有在立秋就进入秋季的地区 像秋天来的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地区 也要到8月中旬才能入秋 一般年份里像北京9月初才开始有秋天的感觉